有没有很久很久以前没有动的股票呢 近两年因为台股屡屡创下新高 有不少人将资金投入股市 因此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尤其是以台积电为指标 有一个网友透露说 他的妈妈大约是在27年前 买了一张台积电 后来呢就放到忘记了 在发现的时候已经涨很多 所以就决定不卖了 一直报到现在 结果他的市值已经破700万元 说妈妈是1995年到1996年所买的 当时只有买了一张 但是因为之前都是配股不是配息 所以这张数呢 就从一张变成了11张 所以一下子哇多了这么多的钱 赶快去看一看 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卖的股票 现在是不是都涨翻了呢 好来看到很多人喜欢用 某这个日文 是不是你也常常在用呢 有个网友在Dcard上发文说 台湾人就很喜欢用日文这个单字 来代替中间的的 并且呢还附上一张这张照片 看到路边的板上写着各种的的的词语 有这个玫瑰的梦幻啊 茶花的枫芽啊 杜鹃的旋律 还有樱花的缤纷等等的 但是呢有专业的网友说了 其实呢日文的的呢这个no 不能够随便拿出来当的使用 日文里头呢只有一种状况 才使用这个no 日文呢no是名词接名词才会使用的 所以大家以后可不要乱用错了 另外呢知名咖啡业者星巴克 庆祝展店超过500家店 推出了独家的巨量款 这么大一个的马克杯 有网友说 发现说现在这个特价是六五折 但是六五折是多少钱呢 哇还是买不起 六五折呢 就是有钱人的平凡的朴实 因为这个杯子呢打了六五折还很贵 还是要七千一百五十块钱 他的原价是一万一 有网友说 就算是去掉一个零啦 这个大的马克杯 我也是买不下去的 好不过呢看到有网路上流传 这么一段的影片 这是呢有连锁手摇店的员工 抱怨说有多桶的茶叶要倒掉 所以呢他就很踹了垃圾 还把一张脏的鞋子呢 丢到了被料区冒泡的大铁锅里面 用长甲狂压 有不少民众看到这一幕都吓到了 因为这个大铁锅是用来煮珍珠的锅子吧 好这个事件呢也惊动了卫生局 卫生局上门机查之后 店家澄清说洗鞋子的呢 这个是报废的锅子 已经呢现在解雇了这一名店员 来来来 不知道我长真的不知道会长怎么样哦 感觉会变成黑哦 你要让他净水下去啊 饮料店的厨房内有三名店员再起哄 把一双脏兮兮的球鞋丢进大铁锅中 锅里有热水再冒泡 他吸水在这个压下去 店员把白色粉末倒进大铁锅里 疑似在洗鞋 还不断用长甲把鞋子往下压 这画面让人看傻了眼 有曾在饮料店工作的人说 这锅子疑似是用来煮珍珠的锅子 为什么他要把它放进去 他就是 他好像会加什么酵素下去 不好啦 不好哦 对啊 卫生第一的 民众看了影片都很吃惊 而从影片中 店员制服上的店名 找到了这间饮料店 卫生局也登门鸡茶 这是报废的锅子 就是叫他们今天就是先暂停营业 然后我们有请他们的店长 就是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 店家解释 店员是拿报废的锅子来煮水洗鞋 已经把店员解雇 尽管店家澄清也做后续处理 承诺会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但恶作剧影片已经在网路上疯传 让店家形象大伤 民众感觉真的是观感不佳 记者许玉文 王世涵云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